我 都差點了 好 偶然的回忆 然后不等世界都变清 脑海里的声音 怎么会必然被治愈 两个人的世界 骄傲的存在 就是我向你走来 你突然闯进来 心也跟着打开 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 两个人的期待 像梦一样精彩 猴鸟寻着光而来 森林的光盛开 等候鸟飞过来 确定你是 我的未来 确定飞向那颗星 在人海中穿行 遇见最好那个人 泡鸟和森林 约定 勇敢的回忆 然后我的世界也变清 我心里的声音 在这一刻都是关于你 两个人的世界 原来是梦啊 温度已经降下来了 只是还有一些感冒症状 感冒药挂在门爸手上 睡醒记得吃药 什么情况 我不会还在梦里吧 你怎么来了 你好点了吗 你 过了门爸手上的 你捡的外卖 这梦做得也太宽了吧 你去量个体温吧 你家体温计放哪儿 你怎么知道我身边的 你怎么知道我身边的 爸没跟我说的啦 你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感冒了 我没事了 天方就是多喝热水 多睡觉 烧得厉害吗 姐夫在你旁边照顾吗 我跟姐夫说了 姐 你好点没 好了 全好了 你别告诉妈啊 小美 你病了吗 严不严重啊 能接电话吗 小庄在你边上吗 去医院了吗 你这个大喇叭 没事 我上午送庄惠回家 记得吃药 有时联系 差不多 我好想死啊 你想死啥呀 你这温度都下来了 怎么回事 脸怎么还这么烫 你怎么一脸短幼的样子 让她昨天晚上不是做梦 什么梦啊 本来是美梦 现在变噩梦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 闻到一股 瓦瓦的回答 你有试过 把自己喜欢的人 我身上硬拽吗 你会反应这么大吧 是不至于啊 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这一般爱情剧 尺度大概也就到这儿了 所以对方也有可能 根本没把她当一回事 这可能当一回事也还挺好的吧 好在哪儿 好在你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啊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也有可能更退一步呢 不会吧 那也是她先主动的呀 说不定对方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而且也不能算是先主动吧 我喜欢的人就是你 李甜甜 那她都告白了 那怎么能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呢 哪有告白啊 我 我的意思是说 她都是明明白白地过来照顾你了 那守护质都拉满了 就刹那临门意 嘴 可惜 很甜甜啊 我觉得你哪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 哪里不一样 你跟你那个爸总怎么样了